第176集 太过分了 医生来对莫小鱼又进行了一次检查 还是没问题 只是说病人刚刚开始恢复 情绪不宜太激动 还是小心点为好 此时呢 顾可可早就跑出病房了 后面紧紧跟着桑小彤 一出医院的大楼 顾可可就忍不住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桑小彤不明所以 还以为是莫小鱼欺负了顾可可呢 更加的怒不可遏 这莫小鱼简直太过分了 什么东西啊 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简直不是人 这么大老远的来找他 他居然欺负你 可可 你说他到底怎么腻了 桑小彤蹲在地上 摇晃着顾可可的胳膊问道 但是这话 顾可可怎么解释啊 怎么解释能让人信服啊 这话说出来还不得被人以为自己脑子有病啊 苗江古读之神秘 无人知道 即便是身为苗女的顾可可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唯有作为养古人的巫师才知道 外界的一切都是猜测 可是自己妹妹居然继承了姑姑的巫师身份 而且学会了下骨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妹妹居然第一个对自己的男朋友下骨 而且对莫小鱼的说法 顾可可深信不疑 昨天晚上 莫小鱼肯定是去找极可心鬼换去了 情动之后唤醒了蛊虫 而蛊虫在醒来之后呢 发现对方不是下骨人 于是立刻发作 这才导致了莫小鱼的昏迷不醒 不行 我要去找他 桑小彤看起来柔柔文静 但是骨子里也是个刚强的女人 所以一见顾可可这么痛苦的模样 立刻不干了 非要去找莫小鱼理论一下 别 别去找他了 我们走吧 顾可可站起身 毅然决然地说道 什么 可可 就这么算了呀 桑小彤不甘地问道 病房里 对于医生的轻描淡写 极可心非常的生气 见莫小鱼稳定下来之后 极可心托人找到了这里的副院长 跑去院长办公室找关系去了 此时呢 屋里只有莫小鱼和姬圣洁两个人了 姬圣洁是跟着自己去过魏灵寨的 所以没有必要隐瞒他 而且这小子还提醒过自己 但是自己还是大意了 姐夫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姬圣洁也很是奇怪莫小鱼的病情不由地问道 妈的 很有可能是被故意那个丫头给吓鼓了 莫小鱼恨恨的说道 啊 吓得本来坐着的姬圣洁立刻跳了起来 后退了好几步远 哼 你再跑远点 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可传染啊 莫小鱼不屑的说道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你这就完了 我可是听说过一旦被下骨 终生都难解呀 我靠这小丫头也太狠了 对他姐夫都这样那是多大的仇恨啊 姐夫 你们在那洞里不会是那啥了吧 姬圣洁神秘兮兮的问道 你给我滚一边去 我得赶紧去一趟卫灵站 不然的话我非得死了不可 奶奶的还不能接近女色了 莫小鱼恨恨的说道 嗯嗯嗯嗯 对对对 还是这事要紧呢 那你和我一起去 嗯不不不不我不去了 我靠那地方太邪性了 我绝对不去第二次了 姬圣洁连忙拒绝道 你还是不是兄弟了 哥们儿有难 你就这么干啊 莫小鱼白了一眼 姬圣洁说道 那个 哎呀 姐夫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这事吧 我去了也不合适啊 你想啊 他既然敢给你下毒 他就不怕你不回去 对不对 意思很简单嘛 人家对你有意思啊 你让我跟着去 我算干啥的呀 对不对 不合适啊 姬圣洁推辞道 另一边 顾可可打通了自己妹妹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鞭炮的噼里啪啦声 顾依依呢 一看是姐姐的电话 急忙跑到一边去接听了 阿姐 你听到放鞭炮了吗 我们家的房子要上凉了 顾依依毕竟是个孩子 看到自己家新房子要建成了 还是很高兴的 哼 是吗 可是给钱盖房子的人快要死了 你知道吗 顾可可冷冷地说道 阿姐 你什么意思啊 阿柯他怎么了 顾依依心里一惊 自己做了什么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所以不由得脑门上冒汗 急忙问他 怎么了 你说呢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你个死丫头 顾依依我告诉你 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 我和你没完 顾可可生气地挂了电话 不顾旁边桑小彤疑问的目光 急急地向着机场检票口跑去 虽然同事苗女 但是顾可可对古独的印象只有可怕 当然了 只是传说中的可怕 因为他没有见过 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感到了一种未知的恐惧 上了飞机不禁地眼泪连连啊 可可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事还和别人有关系吗 桑小彤看到顾可可伤心欲绝的样子 不禁地劝解道 在桑小彤的一再追问下 顾可可终于说出了 莫小彤突然发病的原因所在 桑小彤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比牛还大 他实在是想不到 一个饥渴心还不够 现在又出来一个顾可可的妹妹 顾依依 活该 这个莫小彤就是该死 那他肯定是招惹你的妹妹了 要不然你妹妹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桑小彤现在对莫小彤成见很大 所以只要是有问题首先就是想到莫小彤不对 不是的 我了解我妹妹 她比我有心机的多 莫小彤答应把她带到唐州来上学 她只是怕莫小彤食言 所以才下了鼓毒 只是不知道她下的是什么鼓毒 顾可可喃喃自语道 飞机到了唐州落了地 出了飞机场 顾可可刚刚打开手机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顾依依罚来的 阿姐 你放心吧 阿哥要是死了 我会陪他死的 我在家里等着他来接我呢 看完这条短信 顾可可浑身冰冷 因为他意识到 自己的妹妹简直是无可救药地 爱上了自己的男朋友 这是公然地向自己挑衅了 看到顾可可不对劲 桑小彤夺过顾可可的手机 看了一眼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到了最后安慰一句道 我真是不知道 这个莫小彤到底有什么好 一个接一个的女人往她身边靠 桑小彤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 此时却听到了 顾可可苦笑着说道 我这个妹妹可真是痴情啊 居然对莫小彤下了迅情骨 什么意思啊 桑小彤问道 意思就是她自己也服下了骨毒 如果莫小彤死了 她也活不了 她们就是对方的解药 顾可可可捂住了自己惨白的脸 泪无声地滑落在指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